大家好 上一期的视频 我介绍了一款手机AI修处软件 今天 介绍一下 Google 近日推出最新的一个图像模型 Nano Banana 下面说是Nano Banana AI 怎么使用啊 它的基本要求 你需要一个谷歌账号 因为它是透过Google 来运作的 很遗憾现在谷歌在中国无法使用 好下面我们就 使用Google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样使用Nano Banana 好我们首先进入谷歌的主页 在右上方这个地方有一个显示你是否登录 我因为已经登录了 这是我的头像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的话 你可以在这注册一下 然后再登录 然后在这个地方输入你要找的叫Google AI Studio 就是这个平台 在这儿 在这儿 好我们点击这个 AI Ai Studio 打开以后呢 它就是这个页面 在这儿 大家看见Nano Banana 这就是我们要使的这个AI工具 打开它 打开它呢这个界面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看啊 它的功能也非常容易操作 这一块呢 就要是你输入你的文字 这个地方呢是添加图片 这个是生成 就这么简单 好 下面我们导入一张图片试试啊 点击这里 这个是导入图片 然后它会进入你的相册 我把这张照片导入进来 这是本人一张 头像 我们看看能给它做些什么变化 我输入一个文字 把脸转过来 看着镜头 看看能不能做到啊 然后点击生成 哎 头转过来了 好 再导入一张照片 刚才是改表情 这次我们改改动作啊 输入 双手 端着相机 哎 双手端起相机来了 我们再继续啊 给它换个动作 再给它下个命令 相机 斜跨背在身上 背上了 还挺帅的啊 这都是正面 我们让它转过身去 看看背面 它是不是也能很好的合成 不错不错 好 再导入一张 换上 中式的 婚纱 看看他们穿中国的婚纱 什么样 哎 真不错换的啊 好 我们放大再看一看 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换背景 这张照片是在美国大麦田呢 这个背景一般 咱们给它换一换 先把它 倒入这个 nano banana里面 然后再添加一个照片 你想用哪个背景呢 比如说 我选这张 纳米比亚的死亡骨 一直想去还没去成呢 这回咱们做一个 把第一张照片的人物 放到第二张 里面的 右侧 就是把这两个照片 让它做一个合成 然后点击这个生成 等一会儿 出来了 很不错吧 像真去了一样 继续修改 把这个背景 我们给它画一画啊 改成在室内 一个 油画展览 看看它能做成什么样子 做出来了 我做的真棒啊 好继续 再导入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呢 我让它 把汽车换成红色的跑车 哈哈 哇 法拉利呀 这胖子学相不好 咱们换话 把人物 换成一个 金发女郎 看看效果 果然 金发逼眼 但他的姿势不好 让他换一个姿势啊 靠在车上 右手放在眼镜盖上 要给他很具体的指示啊 出来了 出来了 哇 做的真不错 好 这次我们导入两张照片 一个是我的 还有是一个 NBA 球星的照片啊 咱们跟球星也要合合影啊 合并两个图 二人肩并肩 并且握手 哈哈 做出来了 而且 做的不错 小结一下 Nano banana 它的优势啊 首先它是 免费地 不需要花钱 当然它也设置了一些上限 那些上限主要是针对的 一些商业用户或者是 大量使用的那些滥用资源的啊 对我们普通 一般人老百姓来讲 这个上限 对我们没有压力 另外 它的速度快 图片生成和编辑 往往几秒钟 十几秒钟 还有就是它的准确性 在人像啊 服装啊 其他物件不同场合下 还不时针 再有它可以反复输入要求 逐步的微调 直到你 获得满意的效果 支持 图片的融合 可以多张图片合成一张 生成一个 很复杂的场景 最后呢就是说它输入语言 语言的描述也非常简单 就用我们日常语言就可以 比方说 把背景换成沙滩 AI它可以 立刻完成 好 今天的视频就在这 如果你喜欢 别忘了 点赞 关注 并转发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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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